TVB花旦中佳心自从嫁给外籍老公后就淡出墓前,后来还生下了女儿凯蕾,为了照顾女儿和家庭,她已经成为全职家庭主妇,不过今年她也有带着女儿回来拍广告专来的钱,还要客串了TVB的一部重头剧集,而现在的她已经怀有二胎。 就在昨天8月24日晚上港媒就传钟佳心已经担下儿子,很多人都在祝福她,不过今天她就分享了和女儿的美照,然后配上的文字似乎告诉大家,她还没有生下小王子。 昨天晚上港媒爆料钟佳心已经在加拿大半下小王子,更有媒体劝有当地网友看见钟佳心一家四口第一时间她全家福。 今天中午,钟佳心晒出几张个人美照,然后说了一句话,虽然照片很美,但是她发出的那句话更重要,因为这似乎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。 这件事就是钟佳心告诉我们,她还没有生下儿子,她配文,We will be waiting for you。 我们会等你,然后文字后面还配上三个爱心图案,这一次应该就是说他们一家三口,正在等他胎里的小王子出生。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下钟佳心拍下的美照,她身穿碎花连衣裙站在树林里拍掌,人和背景非常大,她用手拿着裙摆,就像蝴蝶在森林里,非常开心的翩翩起舞。 原来当时钟佳心已经怀孕了,看她的孕度已经非常大,相信这是近期拍摄的,除了个人美照外她还晒出衣,长和女儿的合照,两人同样穿着浅色系的连衣裙,她非常开心的抱着女儿,至于女儿也用脸紧贴着她的脸,从钟佳心这一句话来看,她似乎还没有带下小王子。 不过她就表示和家人,已经非常期待小王子出生,当然这里也有一种可能,那就是她真的如媒体所说,已经诞下儿子,但是她不想媒体太过关注她和刚出生的儿子,所以解此来迷惑大家。 感谢观看